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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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般痴邪 斜酒万世情不休 共心念 酸酸绕枝 芋柔 愿意星辰作斗 杯水共心愁 请我所有爱不保留 愿这世间的双 为人相望前山空在首 岁月如隔聚位等你回望 我愿意试长生 不愿命途即春秋 心底怎已能将时间都看透 作词 李宗盛 少公主 奴家新学的琵琶舞 你可满意呀 满意 满意得很 你们都下去吧 一时 你有赶尽煞车吗 这个话我都听不懂 此次出应格只有五分钟 你我之间 必然是要分个生死的 琴琶这场生死之类十三个月 你为何多多跟我过不去 那自然是阴隆 你不配活着 我说 是谁这么狠心 让你来杀我呢 弄脏了你的手 可是会心疼的 好端端的一张脸 如今这模样 却是败性的很 不如 你笑一个 笑得好看了 我就放过你 如何 我 就是 我 和 和 在その时 我答应你给让你处害狗活了这么多年 你明明是 我狗活自然有我狗活的道理 把他弄醒了 严加审讯 属下影时见过各处 入影阁者十年拼杀九死一生 在这场生死局中拔得头筹 此番出阁可想过 到底该忠于谁啊 我去拿 你们先别走 等着我 看着点 他是谁啊 可是新来的影位 长得还挺俊俏的 不知道会不会被少公主留下来 就是你 你这叫我 你这叫我 少公主 您这是怎么了 可是房间没打扫干净 不是 昨日沾染上了脏东西 总觉得没洗干净 你有事 又到了尹卫每年出个任主的时候 今年尹哥又照例送来了尹卫 如今你在正门等候 不要 按老规矩 请他回去 已经说了 但他不肯走 非要见您一面 好啊 那就让他等着吧 是 他竟然没走 还在这儿站着呢 就这样还得用一天了吧 还不快把晚上端进屋 还不快把晚上端进屋 是 公主的前任夫人乃是飞云宗老宗主唯一的入室弟子 他死之后 飞云宗独门绝血万勋绝尸传唯一的沟本 应是被邵公主藏了起来 只是他那院子 美宗内勤 这些年来 外人始终不好得手 本君要你 加一人凌玄为主 切记找到晚心去 找到之后 属下定当尽心几礼 这一人 今年出影阁的人 倒是有个好运行 影阁让你过来 是让你一动不动 当个摆设站岗的吗 少公主赎罪 属下饮食 还请少公主收下属下的名牌 云属下认主 属下日后必定截至尽重 我玄天愿只留美人 无需护卫 你回去吧 属下是贾能出格 还请少公主三思 本宫身为灵天宫的少主 在宫中没有危险 留你何用 怎能还不走 少公主 您可还记得十年前 您曾救过一对兄妹 明明人家妹妹治好了病 然后找了获好人家抚养 最后将她哥哥带回了灵天空 您想起来了 我能救她 但要拿你的命来换 你愿意吗 好 那我可得在你身上留个记号 这伤过了十年 依然如此正义 没想到你还活着 竟然还真从尹阁里走出来了 一心明事 我怎敢实验 尹阁是个修罗产 十年厮杀 日日轮回 你该恨我的 为何还要前来投校 当年若没有少公主 我和妹妹早已扑视荒野 又哪有命活到现在 这世上 竟还真有你这种知恩图报的傻子 与其说知恩图报 倒不如说 当年我早已经把这条命许给了你 少公主 如今 你还要我吗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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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有尹未长得如你这般好看 既是如此自投罗王 我又怎好不如你所愿 好 安慰影视 此生奉灵犬为主 任您去世 永不背叛 起来吧 谢主长 玲儿 沙公主 去内院收拾个房间给她 她以后就是咱们玄天院的人了 是 对了 我方才说 我玄天院只留美人 不要护卫 并非徐燕 以后就说 你是我房里人 怎么样 你也不愿意 属下听评主上安排 请真如传言般荒唐 请真如传言的 少公主这次 早已超过了夫人 有了自己的风骨 天色不早了 少公主早些安情吧 少公主 江湖上又有门派出世了 整个门派的人全部失踪 功法立即不逆而飞 这个月第二个了吧 是 少公主 夫人当年 那是什么 出世前 亦是如此 公主想要融合各家公法 必须得到夫人的绝学相助 幸好夫人当年 提前将秘籍传于少公主 如今情诗行刺 她是安耐不住 我那好父亲 世人皆以为是不问世事的武痴 殊不知他想要逐鹿武林 若不及时阻止他 怕是要心风血雨 雅叔 暗中寻找失踪人的下落 那我先去把秦师处理了 不 那个秦师 让影师去处理 我走 那衣服就如此花蓝湖生 前辈深夜前来 可是主上有什么吩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进行楼的人送去了谣王国 幸不如命搜到了他们的功法秘笈 你能确定你派去的那个影位能完成你交代的任务吗 主上放心 他自有辱阁 便已经给他服用过散神丹了 这些年来每月一粒 从无间断 少公主才奇呢 手怎得就这样的了 没人疼也没人爱的 自然就凉了 少公主说笑了 这玄天院中 多少人见天地向着少公主呢 少公主若是不嫌弃下奴碑见 奴婢把这颗心都给你 便也是心甘情愿的 好啊 那我叫人把你的心挖出来 好不好 少公主 少公主饶命啊 少公主 奴婢这就退下 怎么了 怎么了 昨晚饮食没杀那琴师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是 主持人 回来啦 过来 坐这儿 瞧瞧这满山寒露的 衣裳都湿了 昨日不是让凌儿 送了件男士的衣服给你 为何不换 属下刚回宫 便回来见主上复命 还未来得及 怎么 这么简单的差事 你办砸了 关于此事 属下一查清 秦氏背后真正矚盟 秦氏是受苍语院玉夫人指示 在您醉酒之际前来行刺 此晚 他还供出了玄天院内 玉夫人安插的所有眼线 这是名单 这些 你又是如何得知的 别杀我 秦氏夫婿走势 仅留义子 被玉夫人挟持 秦氏逼不得已 前来行刺 属下探等 孩子被关在城内迷去 你倒是好手段 我该怎么赏你呢 他因嗜毒之情 犯下了罪 属下认为他罪不至死 便甚作主张 饶了他一命 兄弟 卓上激怒 西怒 认主的尹为不尊质力 你倒是教教我 该如何息怒 他有孩子 有孩子又怎样 你以为灵天空是什么地方 在这里 强者主宰生死 弱者命如草莖 一条人命而已 谁会在我 既然如此 当年我和妹妹同样 身入伏僻 命如草莖 主上又为什么要救我们 主上 属下并非心思受人之辈 更无怜相惜日之意 属下只是觉得 草莖人命 非你本意 影师 你是在教我做事 属下不敢 不敢 本宫可没有看出你有什么不敢 来人 少公主 影师为令而行 带下去 罚三十遍 以警效尤 运中南市地位低微 没资格进戒堂 须去医受罚 我听说少公主昨天刚是我的人 今天就罚上了 而且怎么穿成世卫的样子 怕不是故意传成那样 对少公主整什么花火吧 结果命传成主玩砸了吧 毕竟是影阁十年拼杀处的精锐 少公主竟与她认了主 如今又以男士的规矩惩罚她 是否太过折辱了 这样便是折辱了 影阁十年 她受过的搓磨可不止于此 是 话说回来 这人倒是聪明了 我们都没撬开那秦氏的嘴 她却做到了 到底是贾等以为 这影阁十年间 才能出几个贾等 昨夜的事情 倒能说明她是个良性未敏之人 若真能被您所用 倒也是我们的一大助理 可她竟然说那么做非我本意 当真是 可笑 少公主 二公子来了 奴婢见过二公子 去年阿姐曾说宫中的茶没味道 这会儿正值新茶下树的好时候 我特地 二公子有心了 只是您来得实在不巧 少公主早已吩咐过 今日盖不见客 我十次来 倒有八次见不到阿姐 罢了 你替我斩交给阿姐吧 是 奴婢替少公主谢过二公子了 我更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 就是她 走 我還到這新來的人有多俊呢 竟惹了少公主喜心厭舊 卻原來也不過如此 無昧不成反癌了鞭子 這下可該老實了 主上 據屬下所知 那萬新爵 能短時間內提高內力 若少公主有席得萬新爵這等功法 為何主上屢次試探少公主內力 卻始終未堅異常 這些年 玄兒 確實從來沒有路過半點我派之外的功法 不過我始終覺得 她對我 還是有諸多的欺瞞 主上 屬下覺得 這世上沒有天衣無縫的偽裝 或許主上 該常常提點少公主練功才是 今夜公主會召見少公主 她去主殿的時候 雅叔都會陪同她去 玄天院中空虛 抓緊把事情解決 我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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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叔 在哪兒 在最北角的香坊 眼下還不知道她的嫡細 我與雅叔想著 先讓太零明越遠越好 一路隱閣 豺狼桓四 她卻遵守十年之約 殺出重圍來到我身邊 辦事方法又與常人不同 此人還真是有意思 所以我去看看她 少公主 演了 谢首相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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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请 应隔规矩 犯错受罚的人 不允许上药 躺下 我帮你上药 我自己办 怎么 你想抗命 属下不敢 疼吗 疼吗 主上 您熬过鹰了 为何忽然问这个 草原上最优秀的猎手 想要驯服最介绕不驯的鹰 那是意志力的小量 人也好 鹰也罢 往往都是几天几夜不回眼 那是主上 您知道吗 我在尹阁这十年 几乎没有试会一个按摩桥 起初怕杀人 后来怕被杀 身上总带着伤 几斤鸣死 所以主上 三十戒鞭这种程度的伤 对于属下而言 早已经是家常便分 达不到你想要的 打一巴掌 给一颗甜枣的效果 我发现你这张嘴还真是不讨人喜欢 属下在尹阁所学皆是拼杀之术 还真没怎么学过 如何讨人喜欢 没学过 好啊 那我就来教你 那我就来教你 果然你这张嘴 还是不说话的时候 我罪可认 少公主 如此亲密之举 闻事不多 本宫惯常放浪行孩 此乃和宫禁皆知晓之事 难道你没听说过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曾经就我和妹妹的那个少女 并非如你所说这般 我玄天雁中不留善做主张的一位 再有下一回 就不用再回来 听清楚了 谢主上的武器 少公主 什么事 主殿那边派人过来 说是公主请您即刻过去一趟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先回禀 说本宫更了依旧过去 是 对了 那个秦师是叛主之人 本该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本宫愿意卖你个面子 秦师的孩子 本宫已命人为了忘婚丹 送回永州 与他母亲团聚了 那天 主绍 主绍 如意了 主殿那边危机四伏 我陪您过去吧 你确定要跟我过去 夜深难歇 属下来护卫主上做药 雅叔 你歇着吧 这次让饮食跟我过去 主上 一注相危险 若您未出来 尝一个 给点面子啊 来吧 吃一点 吃一点 来来 吃点啊 父亲 好 这么晚叫女儿过来 可是有什么要紧事啊 怎么啊 没要紧的事 就不能让我的宝贝女儿过来 陪我这老头子 说说话 聊聊天吗 哪能呢 父亲挂着女儿 女儿高兴还来不及呢 走 那女儿给父亲泡茶喝 好 我看你脸色又不好 是不是愿中的人 没有伺候好啊 他们哪敢不好好伺候 可能是 女儿最近练功练得狠了些 累着了 只可惜 女儿天资不够 练来练去 也还是无声掌尽 她还是又要让父亲失望了 这武学修习啊 并非一蹴而就之事 要讲究一个张弛有度 父亲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你可不敢太过劳累了 让为父替你担心啊 还是父亲最疼玄儿了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这脸色暗淡 嘴唇发白 像是血气不足之相 让为父替你把把脉 好让宫人给你调放进步 来 来 好 有劳父亲了 玉夫人怎么了 啊 孙儿也在啊 她血气不好 我抵她把把脉 好让人给她补药调养 你怎么来了 公主不是最近胃口不好 妾身特地做了一些清润的宵夜 拿过来给您尝一尝 选二也在 那就一起吃点吧 好啊 不必了 玉夫人不愧是侍女出身 伺候人的花样可真是不少呀 可惜 本宫吃不惯 选二 我跟玉儿还有话要说 是 先快忍尽了 丹田居然如此空虚 今日午睡被吵醒 这会困倦得很 父亲先好好吃饭 莫要辜负了玉夫人的心意 女儿 这就先回去了 哎哎哎哎 父亲人卖菜枕了一半 你看看你啊 这炎炎的样子 父亲啊 就更不放心了 好啊 还是父亲最疼玄儿了 行 那就如你所愿 大不了 一丝万魂 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人 哪来的外人呢 刚才进来的是本座的夫人 你难道不识吗 属下刚出阁 有眼无珠 没有认出一夫人 还请公主恕罪 你 父亲 这个侍卫可是女儿刚收的 正心陷着呢 父亲要是处置了她 女儿可不依 知道护主 倒是一条中拳 既然如此 婶儿 你就带她下去吧 好 影师无礼 女儿回去定会好好罚她 那父亲早些休息 女儿就先行告退了 舅舅 您这是怎么受的伤 外面人堆隐藏 先扶我回去 阿娘这是怎么了 魂不守舍的 林轩院里那个琴尸 我不是扣了她的孩儿吗 方才下人回禀 那孩子不见了 连同那个琴尸 也有几日没有消息了 阿姐如今好好的 她却消失了 结果不是显而易见吗 她若死了倒是干净 可是 孩子不见了 事情绝不是那么简单 方才我在你父亲那里见到了她 她看我的眼神 极其古怪 还有门口那个尹卫 不知道为什么 也一直盯着我看 我就是怕那下贱之人行刺不成 反倒供出我来 此事就不好受伤了 尹卫 这许多年来 从未见过尹卫在她左右 今日怎么会让尹卫护怂 这些细枝末节不必在意 你快帮阿娘想想 这事若是被捅出去了 该怎么办啊 我早就告诉过阿娘 阿姐怨中不简单 您非要去招惹 如今出了这事 又怪得了谁啊 公主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偏他占了敌长的好处 拦着路 可我没有争夺权位之心啊 阿姐若不是敌长 便没有我的出生 也就没有阿娘如今的位置了 阿娘这不都是为了你吗 我知道阿娘是为我好 这时候也不早了 阿娘早点回去休息吧 阿娘先回去了 阿娘 尹卫 少公主怎么了 她这是怎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是早点休息 到了 你先回去吧 是 少公主 主殿到底发生什么 把您生成这样 她竟然隐时向我与严格联系 为何还要我同态去住店 少公主的意思是 隐时为了找您擅闯了老公主的房间 这么多年 莫说是凌元正的起居之所 我也从未听说有擅闯者 能活着出来的 可无论如何 能将少公主从主殿带回来 总是好的 可无论如何 凌元正 容得下榻 这说明 迟也向她通报过 凌元正向来忌惮咱们 您的隐位擅闯 她并没有为此做文章 就这样让她带您出来了 可若我们想不到 难道隐时想不到吗 我倒觉得她是关心择乱 顾不了那么多了 莫要儿女情长 这回乱了大事 更何况 她一直背着少公主 暗通影阁 为老夫所见 此一处救助 极有可能是 理应外合的苦肉计 就未彻底博得您的信任 少公主 此人 还是尽早处理为好 的确 饮食怕是留不得了 好 疼吗 疼吗 不过本宫愿意卖你个面子 琴师的孩子 本宫已命人为了忘魂丹 送回永州 与她母亲团聚了 难道 她并非传门大门 也愿意卖了 你虽然不过 怎么不算了 女人 雅叔呢 不是去找饮食了 这会儿事情估计已经办好了 少公主 我听说 差点无伤主伤 还请赎罪 你这一刀被雅树击飞的时机 倒是把握得非常好 雅树内力深厚 属下不是对手 敢做不敢认 主上武功高强 方才那一刀定然上不了你 你敢试探我 如今探得了本宫的深浅 是要去向你真正的主子告密吗 主上还会给我这个机会吗 小宫主 少公主 少公主 快 主上觉得属下会伤你吗 你不会 是 属下不会 你走吧 离开玄天苑 我留你一命 主上 属下有一方法 或许可以消除主上您对属下的疑虑 主上可治散神丹 散神丹 是尚未者用来御下的一种药 只需要制药之人的一滴血微药液 配以秘方入药 由此便可以让扶药之人只认一个珠子了 竟还有这种东西 若是没有按时服用呢 那每月便会发送一次 初始 只是让扶药之人尝尽继续逆流之骨 天苑的次数多了 便会累积经脉 长期以往经脉计断 你是说所有尹未早已受他所控 是 但是我当年没有服用公主的药 这是阁主赏你的 这个月的散神丹 饮食谢过阁主 主要是 原来我那个好父亲 就是这么控制尹阁的 只是尹阁那么多人 凌云正每月要放多少血 非也 以血为瘾所制的三神蛋 首次服用 这是下毒 为避免每月 气血逆施所服下的 只是普通的三神蛋 并非含有主人之血 若是得了我父亲的血 您可有把握研制出 他所用的药方 解饮味之毒 有饮食提供的解药 请公主放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知 一旦服下此药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此后 主上会真正地信任属下 还意味着 你往后余生都要活在我的掌控之中 不得自由 亦不得解脱 你可想好了 主上心软了 你若是现在后悔 我可以放过你 我甚至可以想办法送你离开灵天宫 你若是无悔 有时无悔 我会想办法好 你可知 你若能得开人 你不是没想到 我不会想办法 我只能不能想办法 你若不想办法 我的优优独播你 你若不想办法 自己能不能lot 你若不想办法 你若不想办法 你一定要 居利 在我 ان柔 他每天 的我不想办法 我今天与你 Canon 可是试探出什么了 我想也是 阿杰武功造诣不高 这些年灵天宫中 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即便是他故意伪装 想来也该是有万全之策吧 可是万新爵是个要紧的事啊 他若真的练成了那功夫 以他那性子 怎可与你我善罢甘休啊 若真要是 时机最重要 他总有一个人的时候 派人去截杀 危机当逃 他若有万新爵 自然会使出来 他若没有 那倒是好办了 戎儿 前几日 阿娘送给我的那个侍妾 我很喜欢 谢谢阿娘 戎儿喜欢就好 那 阿娘就先走了 天啊 这满池的锦礼 也喜欢的锦哪 阿靖 你派人暗中跟随他们 凌璇是我姐姐 谁都不许动 如果 他身边跟着的那个友谓 是 怎么回事 为何心虚如此躁动 莫非 是因为服用了散神丹 可从未听说过 这药竟然还有催人玉你知晓 这样下去不行 应使你居然不应传唤 你 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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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儿 你要告诉你的功法密集所在 你要记牢 传给你的修为 你也要藏好 千不可让任何人知道 尤其是你的父亲 知道吗 知道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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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不了多久了 你父亲很快就要找过来 你却藏起来 快去啊 主上 夜深难醒 属下来护卫主上左右 公主心 迎威的职责本应该寸目不离 护卫主上 属下只是觉得 草菅人命 非你本意 你若是现在后悔 我可以放过你 应是 无怀 居然成功了 原来多年来未能突破 原来多年来未能突破 应该是 应该有情况 应该是 说 我 死 你 真的 我 云 我 再 你 你 给你 如今这突破到底算不算大成 我也并不十分清楚 希望如此吧 正好 我那好父亲的五十大寿也快到了 少公主的意思是 因人多念 终于等到 少公主 方才饮食忽然出门 向宫外的方向去了 走得很急 不知所谓何事 糟了 都留下 谁都不准跟过来 都打不开 怎么 这才刚一天 就想反悔逃跑了 主上 那算是单 吃都吃了 反悔也没用 怎么了 可是身体不适 需要本宫给你叫大夫吗 主上 还是请下回宫吧 就是他们 主子有令 不留活口 上 不留活口 巧了 本宫也是这么想的 说 是谁派你过来的 是 是老公主 主上的武功 竟已达到如此精简 私自打探主上的命 你胆子倒是大得很 主上 属下有一事 还想向你认罪 何事 那日主上问属下 远哥传唤做什么 属下没有说实话 属下在出戈之前 戈主曾下令 你我名面上任你为主 暗地里寻找完新爵 并且伺机刺杀于你 我 对尹阁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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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本宫 欺上满下 我如不答应 根本没有办法来到你身边 不过看在你坦白从宽的份上 你也不是 不过看在你坦白从宽的份上 我为了承住这一身功力 常年服药 尽饮日久 筋骨血液便与常人不同 没想到 确实害了你 不要怎么签了 我偏要 主上 夫人派去的人都死了 是少公主杀的 这才是我心爱的阿姐 那个尹卫呢 也是阿姐在那儿 不方便动手 你先下去吧 是 阿姐的手也是你被摸的 阿姐 醒了 怎么 事情都做过了 现在不想认账了 晚了 你现在是本宫的人了 属下万死 万死倒是不毕业了 你服侍得不错 本宫也是欢喜的 不然 你就当真领了 这男士的身份 如何 可 属下不敢 玄天院内乃是众多 昨晚 事无余局了 这是吃醋了 本宫喜欢你吃醋的样子 如果你愿意 本宫为你遣散其他人 一个不了 可好 主上说笑了 今日主上可以为属下 潜散他人 他日属下 怕也会不忍候尘 这么说来 你是不愿了 属下对主上昨夜相求之事 感恩在心 他日必定竭力报答 昨夜你身体有恙之事 本宫也有责任 事出有因 你不必挂怀 下去吧 你这是生的那门自欠 你这是生的那门自欠 那个饮食 他怎么能这么走了 是我赶他走的 不解风气 瞧着我去 我岂有此理 天底下既然有这等 得了天大的便宜 还不是抬举之人 但这样对您 您还听她说话 少公主这么冰清玉洁 平日里有哪个男士 真正能进得了您的身 她就这般不知好歹 冰清玉洁 林儿 这话放言整个林天公 怕是只有你一个人会信吧 林儿 我问你 你觉得 饮食的相貌如何 就 还算可以吧 那不就得了 这种事情 向来只有愿意不愿意 哪有值不值得 对了 昨夜那些杀手的尸体 处理得怎么样了 少公主放心 雅述亲自去办的 奴婢担心 只怕我们做得再隐蔽 都逃不过公主的耳目 我知道 本来就是留给她看的 戎儿 昨夜尾随凌玄出宫的那些刺客 一个都没有回来 他们没回来 阿娘再派人去找救世了 何必这么大惊小怪 那些刺客 武功都不低 而且不管怎么样 终归是火要见人 死要见尸 戎儿 此事必有蹊跷啊 而且我也不瞒你了 待你父亲找到了万星爵 主治了凌玄 这少主之位 便是你的了 你也知道我们 与药王谷的关系 若有了药王谷的帮扶 杜死谁手 他就不好说了 那阿娘便给药王谷传个讯 让他们帮你出个主意 也是 戎儿 我这就回去写信 啊 阿靖 公子 回头你把夫人 放出去的信鸽 拦截下来 看看她给药王谷的信函里 有什么不该说的 剔除干净再放出去 属下明白 这药王谷啊 也是时候出手了 你把这药王谷传下 你不想要去 这药王谷传来说 你怎么会有什么 你怎么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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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的 怕是寥寥无几 若是练成了万新爵 想要做到此事 倒也不难 主上是怀疑少公主 可据您之前所说 她丹田空虚 不像是练过万新爵的样子 对了 你安排在玄儿身边的那个尹卫 上次不是说好了 让她留在玄天院去寻万新爵吗 她怎么跟玄儿一起来了 是属下疏忽 那她近几日 可有什么消息告诉你吗 暂时还没有消息 主上喜怒 不悔我当时还留了她一条命 属下定当将功补过 明日 我就答应哥围教玄天院 就算那哑巴武功改逝 但终究双权难逆四守 属下一定将万新爵 双手奉上 然后呢 闹大了此事 让外面的人都知道 我灵元正 为了得到其他门派的金方 偏发起竹杀亲女 以灵天宫弟子相残 属下思虑不周 请主上降罪 那了 起来吧 不日便是本座的武时寿臣 虽然是整寿 本座也不想大操大办此事了 我想 专门安排一个 家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业之事 如果我还作是你 你该如何自处 行了 不打了 不打了 你还真是个武学奇才 什么招式教你一遍 转头就能融会贯通了 是你又偷懒 属于练习了吧 胡扯啊 我若偷懒 还有命在吗 我这衣服你现在穿的都显短了 长得呢 就是比某人快 柔原本只是想报了这份情报 如今缺失 我欲邀王国的那些酒员 总还是要解决的 这杯酒 便当我向你赔罪 方才主任派人传话 今年公主的寿臣一切从简 免去宫中弟子贺寿 值班佳宴 怎么此次 只能自己去了 看来林园正是没有耐心了 无妨 正好本宫也没有耐心了 过来给我卫章 说 你是不是我来 我这条命早就是主上的了 只是命恐怕还不够 我不止要你的命 我还要你的人 主上 你不是要我人吗 我人就在这儿 母人 不过来 是吗 我 是吗 吗 我来了 怎么让你喝酒 顾主 灵天公信 信上说 林渊正为了夺万新爵 准备在寿宴上对他女儿动手 不过有趣的是 据玉夫人所说 林玄可能已经偷偷练成了万新爵 他若是功法大成 林渊正这场寿宴 他恐怕是不会束手就擒了 让他们斗去 待他们两败俱伤之时 我们正好趁虚而入 若想要肃清老公主 和林玄在宫中的势力 势必会依附我 另外还有一事 后山的那些血奴 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那不是正好 林天宫的好戏要开场了 等得到了林天宫 不多的是新鲜血液了 是 是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林玄 一别数年 甚是想念 不过本君相信 我们很快 就又能相见了 这首曲子 你是从哪儿听到的 明间小调把了 流传甚广 我幼时常天然吹雪 也就学会了 我小时候不愿意睡觉 我母亲也经常给我吹这个 只是她过世之后 就再也没听过了 是 朕老师 如今你我也算是坦诚相待了 我问你 如果有一天 我不再是林天宫的少公主 你还会忠于我吗 我只知道 你是我唯一的主上 哪怕我要师父夺功 是 主上 是二公子 阿姐 阿姐 这是我特地命人 出宫买回来的茶酥 都是你喜欢吃的味道 还记得小时候 我们在公外一起玩时 阿姐最爱买这个味道 但因为我想吃 阿姐每次都把这个味道的茶酥 全部给我 你们都下去吧 阿姐 为得到这几块茶酥 我可费了不少心思 你就尝尝吧 我早就不喜欢吃这个了 二公子不必如此费心 须知 人都是会变的 何况是口味 可我在阿姐这儿 我还是当年吃着阿姐 让给我的茶酥 欢喜不已的那个阿荣 阿荣 世人都说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斗 你说 我当初怎么就没想到 我们是同一个父亲呢 难道是因为你看起来 蠢笨可怜 与我全然不同 阿姐 说吧 劳烦二公子大驾 来我这玄天院 所为何事 阿姐 过几日便是父亲五十大寿 我听闻父亲这次举办家业 外人一概不许进府 这些年 阿姐你 行事多有荒唐 我担心父亲 这有什么可担心的 父亲气我不上进 学艺不精 大不了也就是斥责几句 这些年 我为此受的斥责还少呢 这次不一样 阿姐听我一句劝 还是小心为啥 二公子真是说笑了 我与父亲之间 有什么可小心的 父亲五十大寿 我这个做女儿的 怎可不去贺寿 你回去吧 也罢 阿姐 这画不错 正好我的折扇坏了有些日子 不如这扇子 阿姐便赠予我吧 随你 你要是觉得画上的人不错 也可以领回去 好 又到了月圆之夜 轻易来了一个月了 好 发什么呆呢 住手 你是聚了嘴的葫芦吗 每月十五是你服用散神丹的日子 今日若本宫不来 你打算如何扛过去 过来陪我吃顿家常便饭吧 我来吧 好 行 今日没有主仆尊碑之分 我记得 你妹妹是 小女六岁 当年 我把她托付给宇宙的商骨抚养 这十年来 你可有去看过她吗 没有 你不惦记她 楚商安排得当 属下无需惦念 对 主商怎么突然提起这些宗事 今日去水泄中找我那人 你可认识 是二公子 我小时候与她的感情也很好 但是我们感情最好的时候 却是我不知道 她是我亲弟弟的时候 来尝尝这个 这离子喂的茶酥 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 主上 你可执军天令 我只知 颖阁阁主可持军天令 号令颖阁 主上有所不知 在凌渊政上位之前 颖阁乃杀戮机制 能者之人 可以对颖阁之主进行挑战 若赢 便可以取而代之 你的意思是 老公主的收言将至 若主查那日所言当真 那颖阁阁 将会是一个最大的变数 属下愿读军天令 替主上分忧 赤业武功高强 连凌渊政都要忌惮他三分 说是道士 我知此事生死难料 但我说过 一定要护你重拳 是颖阁传唤 是 请主上相信 属下定不负所托 陈仁 这十年来 从未有能让本宫交付后辈之人 颖世 你是唯一一个 莫要富我 若主上不义 颖世生死不相府 当日让你来尹阁 为何未到 彼时暑假正被少公主 为要捉弄 前往礼命 恐引起少公主怀疑 当日 让你趁凌玄不在 找到万新爵 你 为何会出现在楚殿中 那日雅叔父要让暑假 护送少公主前往主殿 恐是有所怀疑 属下不敢轻举妄动 想着日后一定还有机会 打消一律要紧 于是冒着大不敬冲撞了公主 将凌玄救出了主殿 以获取她的信任 那凌玄现在 是否信任你啊 属下已经完全取得 那凌玄歇认 虽然如此 但你有命不负 两次违背命令 恕罪并罚 今次是给你提个醒 养日后 是公主收宴 即使少公主会孤身前往主殿 你借此心情 将玄天苑肃清 若再有差池 你知到后果 属下 领命 夫人 你这又何苦啊 不就是一门功法 你把它交给我又能如何 以前 我师父与命 我还倒是师父修炼万星爵 走火入魔 而如今看来 怕是也与你脱不了干系 这两年来 哥哥门派陆续惨遭徒露 门派密集凋逝 恐怕这些也都是你干的吧 沈妍 林元正 你对我从未有过真心 这副道貌黯然的样子 也不必再装 小文青 你竟然此诀境外 不然呢 等着阿云下的药令我神智尽失 说出万星爵的修炼之法吗 林元正 你做梦 你此生都休想利用万星爵 去为火武力 只要福多年 终于等到这一天 我们下个小小小小小的暴龙 剁在待来 小小小小的暴龙 有家有法 有一个小小的暴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若有半个时辰还没有出来 影师也没有杀了池颖 您不出来 我们纵死不退 这匕首啊是荣儿寻责上好的材料 找江湖中有名的铸造师打造成的 为了给您当贺礼啊 荣儿可是忙前忙后 忙了好几个月呢 荣儿有心了 父亲过寿就是不一样 玄儿来了 阿姐来了 这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好风景 我也是许多年没有见过了 这些年 女儿养着院中的那些男士 花销甚大 如今是拿不出像二弟这样贵重的少女 只知一坛酒 赠与父亲了表心意吧 今日是你父亲五十寿臣 这么大的日子 你就带着一坛酒 今日是家宴 不讲那么多规矩 这一坛酒 你那里 倒还真有一样东西 是为父一直想要的 雪儿若是有孝心的话 能不能把她作为寿命 献给为父如何呀 父亲想要什么 你听你母亲说过 万新爵的事吗 不急 父亲想要万新爵 你先让雪儿 把这注射的酒进完吧 好好好 来 任何月 你不去完成本军交给你的任务 这是做什么 甲等影卫影师 依格中规矩 求开生死局挑战阁主之位 还请阁主应战 影师 你疯了 你说什么 甲等影卫影师 求开生死局挑战阁主之位 还请阁主应战 阁主 他居然敢挺身阁主 影师这是不要命了吧 影师 你敢被阻 阁主说笑 我的主上 从来只有一个 孽诏 本军早该知道你有了他心 好 不 既然你自寻死路 那我便成全你 本军便依照影阁的规矩 应下影师的挑战 生者生 败者死 败者死 父亲之前几次试探我内息 也是为了这个吧 这第一杯酒 就近父亲 这 二十几年来的忍辱负重 为了万新爵 不惜玩弄我母亲的感情 骗他作为飞云宗唯一倾传弟子 不惜断绝尸门也要驾进灵天宫 这 二十几年 父亲 您以身为耳 这些年来的筹谋算计 当真是辛苦了 你说什么呢 父亲 您先消消气 您为了万新爵筹划多年 如今这宴席已开 您不妨多谢耐心 等我把这酒浸完了 这万新爵 我自然拱手奉上 不愧是本族的好女儿啊 好啊 好啊 我今日要看一看 你下面 还想说什么 下面 还想说什么 少公主 少公主 我就不必 来 你容金贵为公主济世 我若是要敬酒 就怎么能少得了你呢 这第二杯嘛 就敬夫人 您以我母亲 虽有主仆之名 却情同姐妹 亏她当初就泥水火 而你却备注求荣 瞒着她偷她的男人 朱胎暗结生下孽主 又暗害于她 这样一份恬不知耻的 蛇心心肠 玉妇人比之旁人 实在是不可多得呀 公主 听她说 这第三杯嘛 这第三杯嘛 就敬我那真心错付的娘亲 可怜她儿女情长 付出一切却锁脱非人 可怜她真心相担 可怜她真心相担 金兰之气却惨遭背叛 夫妻之情 且媚之义 到头来 皆使她一厢情愿 玄儿 你放肆 我放肆 父亲 今天是你的寿臣 可也是我母亲的忌日啊 你不会忘了吧 你不会忘了吧 七年前的金氏 我母亲被你们二人联手 害致绝路 万念俱灰 悲愤交加下 隐恨自强 可悲啊 为了避开你的寿臣 她连真正的今日都不配过 想来 她若是泉下有之 这七年来 该是都无法瞑目的 不愧是萧问卿的女儿啊 你一直在跟我演戏 你一直在一起 我身为人子 在她生前死后都没能尽孝 如今 正凤我母亲寄日 也该为她讨个公道了 今天 谁 都别想出去 你 你 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情神不知鬼不觉 可惜 我当时就躲在你练功密室的柜子里 我 元帅 今日要杀你的不是我 是我母亲 在向你讨债 好 回复到要领教领教 万新爵 念得如何 你 你被敲入银钉 正是虚弱而生 不是本军的对手 本军顾念旧情 若你现在跪地认错 我会留你条命 阁主忘了 您训练的勇卫 想来指脚生死 找我死 停 你 不 娘 姚氏 送阁主上路 但奇怪 好 聂子 就算大逆不道想要师父 也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你不是想要万兴爵吗 好啊 我给你 此等绝妙的功法竟然被你练成了 但是 还不够 失业已死 还有谁敢挑战于我吗 恭祝新任阁主上位 恭祝新任阁主上位 disturbing 快日就烧宫中 玄儿 放弃吧 这里是为父所控的灵天宫 你独自一人 是逃不出这必杀之决的 是吗 我真要试试 明顽不灵 就算你有神功护体 但为父这几十年来的武学修为 内力积累 又岂是你这年少之人 所能比得了当 须知 时间和经验如天见 不可不敬 更不能逾遇 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敢拦奔做 父亲说天谦不可余悦 可若有人以性命为代价 早已将我送到的群山之巅呢 主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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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练成 如此强悍的内力 不对 不对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小文青烈死之前 把匕首的功力都传给了你 他自觉经脉 是为了掩饰此事 对不对 属下见过新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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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本宫初临公主之位 和宫同庆 无论过往 只要诚心归顺者 本座皆既往不咎 今日上下皆有赏赐 尹阁影时护朱有功 沉稳持重 既以朱沙赤叶赢得生死局 即日起 便酌升为尹阁阁阁主 统欲和宫影位 恶公主 恶阁主 你小子 竟硬撑着三枚银钉 打败了赤叶 可真不要命 主上伤势如何 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你这伤势太重 得静养 我去看看 他还没醒来 我也不静养 这可如何是好 主上强撑着扳了那几道功令 回来就晕倒了 这都一下午了 怎么还不见醒啊 一直无计问你 主上的内伤到底是怎么回事 夫人给公主传功时 公主年纪尚小 本就没有办法承受 为此受了不少苦 给她找了药方 她才勉强承受 万行爵威力虽大 但是她自己也有损伤 所以她每次发工的时候 都会引发旧伤 我来喂吧 你先回去 可是 去吧 去吧 母亲 相似的 相伤的 作词 作曲 作曲 编曲 一颗红豆 剪出 一夕哀愁 一手情是 一场天长地久 我最怀念你的手 可也明白离不开 不代表可以拥有 一场雨后 一夜变枝了秋 一夜变枝了秋 一晃远间 半时久已流走 一场雨后 生世的尽头 如何抓住你衣袖 可以一回头 就见你红了脸害羞 若回首是告别的前奏 若开口不是为了挽留 那这句再见就留在生死关头 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陈亚树再给你诊断 看看有什么情况 我诊断评论 好 阿娘 七年了 轩儿无时无刻不再想着为您报仇 若今您犬下有志 终于可以安息了 阿娘 他是影师 是女儿忠义之人 至今您也看看 行了行了就是这两摊 此酒名为纸首归 是十年前我阿娘埋在这棵树下的 这是夫人宿娘 我阿娘寻遍了古方酿酒 奔波了数月 只得了这两摊 她说 等到凌元正五十寿辰时再拿出来 一摊给她祝寿 一摊 给我做嫁妆 炎石 你喝了本作的嫁妆 你想好要对本作负责了 什么 那你嘴妆 这就算是谁 你都想要吃 了 她 还不就有 我 我跟夫人说 主上心智坚韧 冬日严寒 夏日枯暑 也未曾泄得过无意 我还跟夫人说 主上 临风之乱 我心悦痴 岁月若隔绝尾等你回望 我愿意 我到阿姐这扇子上画的是谁呢 原来是她 阿静 公子 阿姐身边的那个饮食 去查查 看她到底什么来历 阿姐生性多疑 从不轻信于人 她能得到阿姐如此亲近信任 不会没有原因 是 还有 你让瑶王谷动作快点 否则 我怕是夜长梦多了 属下这就去穿虚 既然瑶王谷来信说 想要将尹卫做其血泥 应试 应试 哼 这簪子有什么稀奇的 值得公主这么珍惜地看了又看 莫不是饮食送的 死丫头 你胡说什么 好了好了 公主害羞 奴婢不说便是了 不过这簪子 看着真的像花了很多心思 可不是吗 tranquil 明元政所用的药 应当就是这份 最近我找了死事施药 当月 塞神弹并未发作 那么现在 就只差一味药与了吗 取血如药 此法隐格之威便可解慢 宣儿 轩儿 你来了 你好像很高兴见到我 为父母执掌灵天宫多年 你以为我不会留后手吗 你是我的女儿 就是灵天宫的少公主 而灵天宫 早晚就是你的 我可以 把散生丹的 配方给你 真是可惜啊 你的算盘落空了 配方我已经找到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有一件事情 父亲你或许还不知道 雅叔其实出自医仙一门 他如今 已经研制出了散神丹的解药 你说什么 我听说 这药当年通过药王谷流传于江湖 成为救人所有 到了你这儿 灵原正 我早就看清你了 我时常在想 这世上怎会有你这般自私薄良之人 灵天宫是祖辈毕生心血 我不能让你 把他当成祸害武林的工具 若你有心悔过 将那些门派的人放我 带尹阁阁 散神丹之毒得起 我会放你自由 送你上林雨峰 遗养天年 你找不到他们了 玄儿 你是我的种 你身上流的 是和我同样的血 没错 我是对你娘有所同谋 便骗她恩爱多年 可是你呢 你不也是在我眼前 演了多少年的乖女儿吗 你以为你和我有什么不同 你比为父 也好不到哪儿去 你没资格替我娘 我和你不一样 我永远不会成为你这种败类 那为父倒要看看 我就一直等到那一刻 看你如何地选择 主上 别动 让我靠一会儿 可是地牢里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 我身上留着他的血 以后会跟他一样 老公主一向擅长操纵人心 她知道你在意什么 所以故意激你罢了 你与她 本就截然不同 主上未曾想无用药物 控制一整个尹哥 所以费尽心思 想给所有尹未解毒 不是吗 我可是用药物控制了你呢 属下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属下 是自愿的 公主 公主 不好了 公主 不好了 是你 是你 阿姐很快就会知道 你的血 解不了散神丹的毒 不过此事 多年以来 父亲恐怕也被蒙在鼓里吧 当年药王谷帮父亲炼药时 暗中调换了药盐 是 什么 你和你娘 早就和药王谷的人暗中勾结了 聂子 比起这个 父亲更应该知道另一个真相 我呀 并非是父亲亲生的 这二十年 还要多谢父亲的养育之意 你 豪王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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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叔 發生何事了 這幾人曾是凌冤症的貼身隱慰 我曾許諾他們 如誓要成功便放他們自由 可眼下 只有銅石服用兩種不同的散神袋 才會當即蹊蹺流血而亡 公主啊 凌冤症的血 不是借銀閣散神袋的藥銀兒 凌冤症 公主 又怎麼了 爹老守衛來吧 老公主她 刺絕了 你也是 但你還能不能看 讓你能看 我當時 你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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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謙убли內 我还真是 小救了她 这死法 与母亲一模一样 只是她向来贪生怕死 为何如今有了自觉经脉的勇气 也许 是怕你逼问出散神丹血气的主人 和那些虎灵人士的下落 将人葬了吗 她一死 散神丹药眼彻底没了招落 主上 她究竟是用谁的写作的要议 主上你要去哪儿 以她那多疑的性子 又怎么会把血迹这种重要知识 放在他人身上 这不像是她的座位 这不像是她的座位 临轩 老公主的死与你无关 你不需要自责 我为何要自责 她以为她死了我就没办法了 真是可笑 大不了这毒我不解了 只要我每个月把药暗时分发下去 应该也会牢牢地掌握在我的手中 我知道 所以没关系 没想到走到今天 她竟是要与我与死我破 也是 我没想让她死 我知道 如今 我真正是个无父无母之人了 你不是一个人 还有我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大饼刚出狱 切记情绪激动 先睡一会儿吧 来 雅叔 出生是你是否无安 整个灵天宫敢偷袭公主点她睡觉 还能成功的 恐怕也就只有你了 我 你做得好 自到她登上公主之位 就一直在收拾陵渊正留下的烂摊子 叶纳安静 无异于内伤调养 早就该好好顺上一觉嘛 本就欲结欲心 如今 我原是对你不太满意 她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 模样 武功 样样都好 真是你小子能沾染的 可是一路走来 你对公主的真心我一看在眼里 不要 我会要扶她 否则老夫 饶不了你 你放心 我不会的 来人 来人 各主 派人监视藏鱼员 若有异动 速来包我 属下领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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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 你怎么在这里 人少 心静 我听说 你命人去查林园正的死了 可查出什么来了 办 刚想去关酒 这身材还要不要呢 你如今的胆子 是越来越大 先是点了本宫的税许 又来阻拦本宫喝酒 该罚 主上要罚我什么 主上 主上若是没有主意的话 属下有一件衣 主上可愿意听 说来听听 在过谢天就是连弹节了 山下水桃和花盛开 十分漂亮 到时候各州府也会去挂花灯 开夜市 热闹得很 便法属下 互为主上一起下山 到街上 色色星 可好 你眼下这模样 倒是可以担上一个 犯上魅主的罪名了 犯上魅主 如果主上非要给我 扣这个帽子的话 拿这些罪名 属下已平身了 可真热闹 果真热闹 逢年过节 官府就会取消消息 这夜市 天黑开始 午夜过后小屋结束 看你这样子 对这夜市灯会十分熟悉 可是从前与谁一起逛逛 从前在影了授训 活命都能 打扰时间光这些 我也不过是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人下山看到的 我也从未逛过过 这是第一次 好看吗 好看吗 好香啊 老板 这是什么 这位姑娘可真是有眼力啊 这可是从波斯进过来的密药 于枫叶之势上 那可是 老朽瞧着你与小郎君十分般配 要不要先买上一支 回去一试便吃 不要 付钱 不用找了 谢谢公子 谢谢公子 成亲一事 成亲 人情情愈愈定会缔结林里的 男婚女嫁 本就是自然之事 是吗 可是我母亲 也是林元正八台大教 娶回领天宫的 老公主身故 上一辈的恩怨也该了了 主上 你有自己的人生 属下说过 您与老公主不一样 今夜 没有公主和尹薇 只要你我 好 林玄 硬邦邦的 不知道他还以为 你是来找我寻仇的 好 我记得 你以前叫白晨 以后我叫你阿晨 好不好 还是算了 交关了饮食 忽然开口 还有点不习惯 雪儿 你看那儿 你看那儿 真好看 来 咱们那边看看 是 这边还要点上 是 这边还要点上 是 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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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了 来 也来 三种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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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师 什么缔结联礼 男婚女嫁的 我并不在意那些世俗规矩 但 我信你 徐师 祝我 徐师 祝我 你先说 徐儿 在我眼里 弟姐连里是一种仪式 是一种 执子之手 来手不留的承诺 而我 想要问你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举行这样一种仪式 不需要太隆重 只要你我就好 这是我给你的回答 徐儿 我说过 我信你 徐师 徐师 红泉毕落 徐师 当不负情 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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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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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属下便先行离开了 主上 早上休息 有时 这个 今天老板说 我 算了 早点休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风雪 同归于温柔 纵然失重为营养 也能减慌爱仇 编织我心动的理由 晚半痴 写酒 万事 情不休 不心念 寸寸绕枝柔 愿意星辰作斗 杯水共星舟 请我所有爱不保留 愿这世间的双蕾 像梦前山公在首 岁月如歌之味 等你回报 来 搬这边 嗯 慢点啊 往后方 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对啊 对 就这样 直接送到正厅吧 是 好 你不是让公主挑嫁衣去了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挑什么呀 根本连人都没见到 昨天公主说 今天带饮食 去坟前祭奠夫人 我估摸着 应该一早就出去了 按照她俩这几天形影不离的样子 估计要等到半夜才回来 哎呀 我这一路瞧着 这饮食啊 确实是值得托付的人 公主与她 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这日后九泉之下 我对夫人 算是有个交代了 夫人 夫人 这是大花用的东西 来 这个红衫子 走开 好好看 我要把它做成衣裳 裹在身上 这样子 公主肯定会喜欢我 好看吗 好看吗 公主肯定会喜欢我 奉了多累 肯定会喜欢我 当初二公子 恳求公主饶她一路 如今她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也算是报应不爽呢 她这也是自找的 好看 夫人 快过来啊 夫人不要乱跑啊 夫人你慢点 好好看啊 夫人 夫人 我美不美啊 别别 夫人 您跟奴婢回去吧 我好看吗 小柳 你过来 公子有话要问你 我好看啊 奴婢见过公子 不是让你看着 不要让阿娘出去乱跑吗 她手里的红筹哪里来的 这 公子问什么就答什么 支支吾吾的不想活了 公子息怒 都怪奴婢一直没有看住 那段红筹是 是夫人从主殿拿的 主殿 公子日前曾下令 苍羽怨无事不得外出 奴婢也是精神 追着夫人出去才知道的 公主与尹阁阁阁主即将大婚 婚期便在这月十五 下去 是 你怎么来了 维帝可是来兴师问罪的 阿姐要成婚了 这么大的事 竟然不派人告诉弟弟一说 这和宫上下 我怕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吧 原本想到了日子再告诉你 活与饮食都是怕麻烦之人 不想在一场婚礼上面大动干戈 阿姐真的要和饮食成婚 自然 阿姐真的喜欢她 她一切尹味又身份卑微 实在配不上阿姐 这婚礼我不同意 是 笑话 我的婚事 需要你同意 况且 若真论起般不般配 林元正当初与我母亲 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 可结果呢 若真要说起配不上 你还不如去瞧瞧你那好母亲 阿姐莫能 林容也是关心责乱罢了 既然阿姐心意已决 我当然是站在阿姐这边 按照习俗 新娘子出格未上轿前 巧是不能占地的 大婚当日 我送姐姐出嫁 我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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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属下找借口 同采买婚仪的弟子下了趟山 带回了药王谷的传信 饮食的身份查到了 另外 信上还说 药王谷已经做好准备 随时可助公子 夺取公主之位 去给药王谷回信 告诉湛月池 阿姐即将大婚 让她尽快动身前来 若晚了 阿姐可要嫁给她 厌恶多年之人 属下这就去传讯 是 阿姐啊 这山中岁月 有我陪着你 还不够吗 为什么要嫁人呢 为什么要逼我呢 为什么要逼我 好 你快帮我看看歪不歪 嗯 再往右转一点 咱们公主和阁主啊 可真是一对碧人 这大婚的灯笼啊 可一定得点死戏了 那些成语怎么说来着 天造地设 天崩地裂 呸呸呸 不知道别瞎说 都在高兴什么呢 还不赶紧干活 是 阿辰 明日 我就要成亲了 为什么救我 你先向我求救的 怎么还反倒问我 为何救你 将死之人 求救是本能 你又活必多管些事 你这人不识好歹 我便送你一程 你真想死 为何 活着不好吗 截然一生 无去无盼 是死是活 无甚差别 若是死了 我倒还能少受些 任人欺凌 颠沛琉璃之苦 你若只是缺一个 活下去的念想 那不如 让我来当这个念想 如何 大言不惨 非也 我们灵天宫影阁的功夫 很厉害的 不如日后 你就在山中住下 我寻了机会 便偷偷下山 将我所学的再交给你 这样你会了功夫 就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 怎么样 你若所言当真 便该以真面目使 这面具戴久了 倒是忘了脸上还多了一层皮 现在他们都叫我饮食 不过那只是个代号 你叫我阿禅吧 这才是我的名字 我也从未想过 我居然会有这样的一天 居然也会被儿女情长欠满 说不清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想一直 守着她 护着她 排着她 所以 我不要 我不走了 至于你我之间的事 阿晨 你怎么了 不要去 没用了 颖阁生死局的私杀 就是这样的 既不如人者 都该死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阿晨 阿晨 颜柯 虽然是个痴人的地方 但是 里面有教无类 许多上层的武功 是所有授权之人皆可惜得的 你一定替我的身份 取营格吧 你在屋中什么呀 只是 我有一心愿未了 有一人 曾对我有过救命之恩 又朝一日 若是你能替我还了这份恩情 算 死而无恨 你我之间的事 还有我永远亡过的恩怨 我后面会找机会将一切都告诉她 其实我早该说 只是 越与她心意相同 我便越发胆怯 蹉跎措脱探戈至今 倒是足迹自负 将自己困在这局里 是 谁 割主 属下业务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割主 阿靖下山去了 她去做什么 近日 二公子一直在帮公主操持婚事 阿靖被打发下山支办婚仪 只是 阿靖当年在尹阁也是数得着的高手 尹队不敢靠台阶 切勿打措惊蛇 你给我去查清楚 她下山了以后去过哪些地方 是 割主放心 割主明日就要迎娶公主了 为何割主显得心事重重 我心中不安 总觉得 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公主 找到了几个失踪的武林人士 全身血液被抽干 像是刚死不久 刚死不久 难道失踪之事 是别人所为 是姑姑的东西 那便来吧 本军的血可是金轨的痕 有了这个 就可以控制尹阁了 告诉你家公子 这血 本军可是要收利息的 怎么了 今天可是我节庆的大喜日子 你可不许哭鼻子啊 奴婢就是 看到公主出嫁开心 好了 不哭了 再哭 都哭成小花猫了 这个颜色不好看 昨日他们又送来了很多 我 奴婢再去找个合适的来 这个镯子公主可还淡 不用了不用了 本宫最近听到铃铛声就偷偷 也是 是 出嫁当日 装帘上的东西 都要是新的才迹象 这还未到及时 那奴婢先收起来吧 算了算了 就先放在这儿吧 你先去忙吧 去吧 去吧 来吧 铃儿在外面 为了纯枝的颜色 举气不定 我便替她决定了 纯枝 凌蓉体压解脱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几时已到 吉时已到 凌蓉 送阿姐出嫁 凌蓉 阿姐慢行 阿姐 当年的事情 我知道 其实不是你的错 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算起来 你也是受害者 今日以后 我们往日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吧 我还当你是弟弟 弟弟 我多年所求 今日终是圆满了 想来 今日不只是姐姐的好日子 还是凌蓉的 快到了 快到了 真起来 你看一会儿就到 隔主不要紧张 新娘应该一会儿就到了 我吃了 �비 来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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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远深情可其心痛 看风雪同归于温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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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一眼神情可及心头 看风雪同归于温柔 纵然是中卫营养 也能减慌哀愁 编织我心动的理由 万般吃鞋就万事情不休 阁诸以后若是对阿姐不好 我可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是自然 请让二公子放心 北水共心愁 请我所有爱不放留 雪儿 此刻仿佛在梦中 梦醒了吗 我们灵天宫已经许多年没有办过喜事了 今日这场面一定非常热闹 吟诗啊 你的好戏 我可不会错过 真漂亮 真漂亮 吉时到 亲人拜堂 辛苦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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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下何人 在下药王谷瞻月池 听闻贵派公主大婚 特来何喜 真 原来是药王谷主 在下试镜 只是 今日我们公主大婚 并未邀请武林童到前来观礼 不知詹谷主这是 詹谷主不是阿姐请来的 而是我请来的 你们要干什么 阿姐 阿姐 你怎么回来了 公主与阁主大婚 何宫同庆啊 这不 让我带酒给兄弟们 都是山下一品宣 上等的陈年佳酿啊 太好了 兄弟们 搬酒 好 来了 小心啊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且慢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谁啊 药王谷西河园出现 如今已经过了十年 玄妹妹可还记得我呀 詹月池 十年未见 信得玄妹妹还认得出我 谷主不请自来祖本宫拜堂 不知是为何意 詹某听闻玄妹妹即将大婚 唯恐玄妹妹被奸人蒙蔽 所托非人 这才日夜奸诚赶来 好久不见了 唐衍 你刚叫谁 你刚叫谁 不如你来告诉你们公主 唐衍究竟是谁 你不说 好 那本君替你说 据我 据我所知 你们林天公现任尹阁阁阁主 名叫白晨 因为十年前你曾救过他 他为了报恩才留在你身边 的确如此 可事实上 眼前此人并非白晨 他姓唐民眼 曾经是我父亲的养子 十年前叛逃出药王国 从此销声匿迹 我们都以为他死了 可谁曾想 他竟然潜入了林天公尹阁 还当上了这尹阁的阁主 他说的 是不是真的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了 这是我与他的平正 记得答应我的事 替我报 你放心 我不会玩 你的仇我替你报 你的恩我替你还 从今天起 我就是白晨 有机会 替我去看看妹妹 一定要 活下去 康衍当年先判药王国 再进林天公 又冒充他人的身份博取你的信任 似他这般重重心机步步为营 玄妹妹 此人齐心可诛啊 阿姐 我也是突然得到此消息 不想阿姐被骗 所以才 此都密信 感谢谷主告知 只是此乃我林天公内务 严肯 严肖还是请谷主 暂尽回避吧 小妹妹 都看什么看啊 没事干了是吗 回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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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therefore 曾子佩帖说的都是真的 是 所以 你才不想让我叫你白晨 因为你根本不是白澄 是 你知道 我一直以来最恨的是什么吗 林轩 我这人 身形两薄多矣 为数不多的信任我都给了你 到头来 从一开始 这都是假的 不是 我虽然借白澄的身份骗了你 但往后的一切都是真的 来人 隐时欺瞒本宫 犯上不尽 崖入地牢 天空发落 是 燕王谷的人是怎么进来的 十二公子 他手里有恭敬令牌 是我们弟子不敢强行阻了 你还认我这个歌主 尹阁以实力论高下 宁开生死局 斩杀赤叶又不是假的 真月迟来之不善 我怕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严夏公主怕是不会再相信我了 你去一趟永哥 是 少公主 奴婢知道 隐时隐瞒身份最无可赦 可是奴婢与雅叔 把今日前前后后的事情想了好几遍 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 你说 药王谷怎么就这么巧 偏偏在今 公主 严肃睜 公主 这是怒及贡幸之争 公主是中了毒 中毒 怎么可能 公主从今晨到现在 水米未进 亚毒之法 尤其只使水这一种手段 幸好此毒不会危及性命 只是瓦鄙进入 使人长时间瘫软 无法运动 你好好照看公主 我回去取朕 给公主逼动 这是怎么回事 三神蛋 怎么会 会提前放送 京队你们可是一起做过什么事 或是吃过什么东西 发生了什么 阿静 阿静送了公主的喜酒 我们 我们都喝了 阿静 臭啊 真月池的手伸不到千里之外的灵天宫来 他能知道我在这里 必是宫中有人 与他早有勾结 灵容 对 他不是狄狄看姐姐的眼神 他的目的是 玄儿 直到今天 是你无大喜之日 倒是忘了 今夜也是我该服用散圣诞之时 为何 憋憋是在这个时候 你放心 今日我便接林玄回药王谷 从此之后 整个林天宫便是你一个人的 他唐衍算有什么东西 今夜敢觊觎你姐姐 择日已将血奴送入谷中 十年辗转返策 我终于可以夙愿得偿了 给玄妹妹下的毒物 你确定是已经办好了对吧 她练成了万新爵 也有她母亲几十年的内力放身 不过她还好好的 恐怕 咱们放倒了整个林天宫的人 她也尚有一拼之力 谷主放心 阿姐的唇枝 是我亲眼看着她图上的 这便是药王谷的为客 知道吗 我还到玄妹妹 难不成武功已争化尽 我药王谷的独门蜜养 竟也奈何你不得 却原来是外强中肝 去伤生世罢了 我药王谷的独门蜜养 竟也奈何你不得 却原来是外强中肝 怎么 你说饮食配不上我 这瞻月池便是你替我挑的好夫婿吗 阿姐喜欢吗 你若是将她碎尸万段 本宫兴许会喜欢 那便如姐姐所愿 我 是 方才你说 饮食不配寄予我姐姐 这话你只说对了一半 她不配 你 更不配 这世上 又有谁配寄予我姐姐呢 你凭什么赌地 我想要的只是灵天宫 从未听说过 谁散神弹发作这么快就结束的 而且为何我感觉 星白竟然被拖宽了 他给我吃的不是散神弹 原来他从一开始 就没有打算用药物控制我 雅叔 你们怎么伤成这样 二公子也和颜忘故 半边毕宫 公主中了毒 现在公主不知道 有多少人倒戈了二公子 外面那些弟子敌我不分 快去救公主 可主 我们还有多少人 阿金不是在喜酒里下了什么东西 敬营的散神弹提前发作 阁中大部分兄弟都喝了喜酒 眼下还能一战的 就只有这些了 去主店 就只有 today 去主店 离涌 你到底想干什么 放开我 阿姐 所有胆敢觊觎你的人 都该死 不过阿姐放心 药王谷啊 只是我的一步棋罢了 我会让人将他们杀干净的 这可是我们的灵天宫啊 外人怎么能在这里掀起烂来 你和药王谷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娘原是药王谷老谷主的师妹 为了让我得到灵天宫 她折服在灵源正身边多年 我用尹卫和詹月池做了交易 到时候 灵天宫归我 阿姐归她 只怪她太傻 这话也行 阿姐是我的 谁也别想插到我们中间了 你疯了 你伤过个恶心 放开我 阿姐恐怕不知道 小时候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但我是下人之子 所以我拼命努力 希望有一天能配得上你 但后来 她们竟然告诉我 你是我的亲姐姐 亲姐姐 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这个私生子 被扔在下人堆里 任人欺凌 不能怨恨 被灵源正带回来认祖归宗 还要感恩戴德 但谁问过我想不想 灵天宫的二公子 听上去多威风 可实际上 我不过是我阿娘 想要上位的工具 是灵源正用来制衡你的傀儡 我这个身份也好 灵源正也好 我阿娘也好 全部让我感到恶心至极 所以 这一切都是你们计划好的 在灵源正用散神丹 控制尹阁的时候 你们就开始暗中绸缪 是不是 父亲当年用作散神丹要饮的血 早就被偷偷调换过 实际上 真正的要饮 是詹月池的血 倒真是本宫小瞧你了 你比你娘还有灵源正 还真是情出于蓝 谈不上情出于蓝 因为 我并非灵源正的种 你说什么 初时知晓 你是我亲姐姐时 本来我已经认命了 想着守好弟弟这个身份 好好护着你便也知足 但可笑的是 直到两年前我阿娘才告诉我 我并非灵源正的亲生儿子 多可笑啊 多可笑啊 我有今日 不在于我 我要让他们所有人 为我这见不得人的身份陪葬 阿姐 是厌恶我了吗 没关系 来日方长 你不会一直讨厌我的 我们小时候 也相处得很好 不是吗 阿姐 阿姐 以后这灵天宫 就再也没有人会来打扰我们了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什么人 上 下 赵公主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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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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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想干什么 阿琪 你怕不怕死啊 我不怕 想到如果能跟你死在一起 我实在开心得起 既然今生无缘 那如果能死在一起的话 想来 来世应该也能遇见吧 你 到时候 雪儿 也是 阿琪 雪儿 雪儿 阿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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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儿 冬归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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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痴血就乱世 请不休 温暇 温暇 主 公主 我要救他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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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啊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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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温暇 我跟夫人说了很多 主上 凌风之蓝 我心悦知 若这一生能伴你所要 我便再无诉求 我可是用药物控制了你呢 属下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属下 是自愿 在我眼里 定心连里是一种仪式 是一种 执子之手 白手不离的承诺 而我 想要问你 你愿不愿意 跟我一起举行这样一种仪式 不需要太隆重 只要你我就好 赤叶武功高强 连凌云正都要忌惮他三分 我知此事生死难了 但我说过 应是生死不相负 我不是好 我只是只能疲RE 死不相负 我只是想负 死不相负 死不相负 我也是 还是没有找到人 是 只找到了二公子 他的尸首 让人收敛好尸身 把他葬了吧 公主别再婚了 你内伤都还没有好 身体怎么接受得了这样的折腾 你说 连配件都能找到 怎么那么一个大伙人 却没半点踪迹呢 公主宽心 尹氏若还活着 他必然会回来找您的 去探查药王谷的尹卫们 有消息传回来 湛月池死后 药王谷群龙无首混乱不堪 我们的尹卫 一融成他们谷中弟子的样子 混了进去 发现了 什么 湛月池自打娘胎里出来 就患有血症 他父亲为了给他续命 以收养之名 欺骗了许多同龄的孩子们回来 这些孩子名为义子 实为血奴 失踪的武林人士 也都是妖王谷所为 那尹氏啊 据说 他是当年 与湛月池血液最为相配之人 为此受了不少苦 之后侥幸逃脱 老谷主还为此发了很大的火 好一个药王谷 好一个名门阵派 传令下去 让尹阁抢药人的事情 在江湖中散播开来 邪门外道 神仁仁当初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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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饮食的消息了 什么 有饮食的消息了 可观 客官 您回来了 哎 我给您推荐那家艺馆怎么样 这几日 眼瞅着您这腿脚 更便利了 是 多谢长官 灵天宫这次真是下了狠手了 要我说 那个神秘侠客的事才更离奇呢 听说在灵天宫还没有行动之前 他就已经先行将药王谷圈养的血奴 偷偷救了出来 药王谷坏事作绝 如今得江湖狭义之事出手 也是他们多行不义的报应 此后药王谷散落在江湖各地的 那几个隐秘分度 接连被挑 好像啊 也是他的手笔 咱们呢 但兴侠义 莫论出身 李兄 喝酒 你到底去哪儿了 既然活着 为什么不回灵天宫 盈世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快疯了 姑娘 怕是认错人了吧 在下姓唐明言 而非应识 如果姑娘愿意的话 我们也当 重新认识了 唐言 确实是个好名字 我看这位唐公子 五官俊朗 甚适合我的心意 不知公子是否有婚配 若是没有的话 我可就要抢抢梁家男子了 轩儿 阿嫣 你如果再不让我过去坐下的话 我恐怕站不出了 我恐怕站不出了 什么事啊 踢落崖底是摔伤的 我看看 义无大碍 骨头都结好了 只是需要一些时日调养 那不如会临天宫去 我让亚述给你好好看看 不回去 我不回去 只是因为我还有一桩心愿未了 我曾答应过白晨 带我重获自由之后 代替她去宇宙看望她的妹妹 现在也是时候该兑现了 等这些事情做完了 我身上便再也没有什么从小的胆子了 那我陪你一起去 你不是一直想要游历江湖吗 我陪着你 我们可以一路由山闻水地逛过去 等我们到了宇宙见过了妹妹 我们还可以去更远的地方 大漠孤烟 巴山熟水 江南烟雨 阿颜 这辈子 你去哪里 我就陪你到哪里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园 teor 根本弃遮 若回首是告别的前奏 若开口不是为了万渤 那这句再见 就留在生死 bring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